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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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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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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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茜茜 杨茜茜茜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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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你说 我要不要把你们带回莲花屋呢 不好不好不好 要是蓝湛他哪天无聊 想找你们了 我就找不到了 不过 王剑 一路小心 你们说 他一个人出发要去哪儿呢 不会是一个人去找阴铁了吧 你也觉得是不是 南湛这小子 那天你们都在 你们都看到了 你们师祖婆婆在上 那枚阴铁 可是我们两个人一起发现的 他现在却要一个人去找 还不带上我 你们来评评理 他是不是也有点太不够意思了吧 我们来 阿信 师姐 好可爱的兔子 你在这儿鬼鬼秀秀的干什么 要你管 男子汉大丈夫 抱个兔子成何体统 是啊 我这一个男子汉大丈夫的 抱个兔子 成何体统 你干什么 小兔子 话说你养这些小家伙做什么 该不会 你是想吃兔子肉了吧 江城 你说什么呢 小兔子是不能听这些话的 我 我就是偶然捡到他们的 云深不知初不能养动物 你又在哪里捡到的 不用你管 是 师姐 你要是喜欢的话 我们带一只回去吧 如果我们带一只回去 那岂不是让他 和自己的亲人 爱人分离了 那他回到云梦后 又怎么会开心呢 嗯 也是 好了 天菜也不早了 我们回去吧 好吧 小兔子 我们先走喽 走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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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等我 再会 再会 走 温公子 既然来了便请进来吧 是 蓝宗主好耳利呀 温公子深夜到复 不知有何事 啊 听温情他们说 蓝室后山看管慎严 是不是藏了什么宝贝呀 后山不过是我蓝室先祖的埋谷之地 平时怕生人冲撞仙灵而已 哦 那既然如此我便祭拜下蓝室众前辈 蓝宗主可否让我一关哪 温公子 请回吧 请回吧 蓝室臣 你不要自持灵力甚高 我们就拿你没办法 可能我现在不能拔你怎么样 但是你千万别忘了 蓝忘记她今天刚刚独自下山 蓝室臣 尽快把银铁交给仙都 便留你们孤苏兰氏一条生路 嘘 王亲 可千万小心 叶烈去也 魏无羡 你这混蛋 混账 居然不辞而别 怎么了 爹 您看 爹 您看 爹 我去把他捉回来 不必了 我们先行返回羽毛 出发生 爹 为什么 就这么放任这个家伙不管 你别担心了 阿县她知道亲中的 不辞而别 一定是有什么紧急的钥匙 他能有什么钥匙 准备一下 我们先走吧 蓝湛 无聊 蓝湛啊 你怎么可以这样啊 我们一起说过义不容辞的 你怎么能抛下我自己开溜啊 难道是 怕我抢了你除奸服务的风头 没想到你们蓝湛的子弟 也如此的小气 无聊 你把话给我说清楚 谁无聊了 你怎么可以 男战 你等等我 蓝湛 这是我自创的符咒 能让人无法离你两丈之远 怎么样 好不好玩 要我给他取个什么名字好呢 是同袍 还是无意好啊 我看都不好 要不然叫他 侮辱 蓝湛 你等等我 阴铁一度 难道他敢知道了什么 附近可能有另一块阴铁 你是说 这里吗 怎么 没事 好 安占 被吓到了吧 喂 武器 你怀藏 怎么是你啊 我一听这笑声 就知道肯定是魏兄你 聂兄啊 你不是跟你们家聂宗主说 听学完立刻回清河的吗 哎呀 魏兄 彼此彼此 你不也跟着江宗主 一起回莲花屋了吗 你很嚣张啊 好啊 不要紧张 不要紧张 不是 边走边说 不是 哎 阿诚 万事多小心 我说魏兄 你怎么会和这兰儿公子一起 你俩不是素来水火不相容吗 说来话长 我知道了 肯定又是兰老先生惩罚你 你又犯他们家什么家规 我关系好的呢 那边是什么 去看看 走 兰湛 你怎么不走啊 急 不去 不急不急 老爷 跟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走 走吧 公子公子 你们在看什么 发生什么事了 公子 你有所不知啊 这是一张拜帖 近来 一直隐居避市的石花女 突然广摇天下修士 前往雅居参加诗会 听说 只要是风雅有才情的仙家 石花女 就会亲自现身款待 石花女 我记得我在 《石女花魂》篇里读到过 潭州有花谱 花谱有女 月下银诗 诗家 赠以石花一朵 三年不韦 芳香长存 我说聂兄啊 你可真是太厉害了 蓝老先生布置的作业 一个字都背不下来 这种风流趣事 你倒是信手边来啊 魏兄 彼此彼此啦 魏兄 你看 雨上 什么事 雨上 雨上 扬 这兰儿公子 可真是风华绝世 好一个翩翩公子 还真是 皮马带笑 这 银铁铁 看来我们还是来晚了一步 小鸟 温朝 温朝来过 原来是这样 这个银铁使得牡丹这个花中魁首异画 反而将真正的石花女囚禁起来 而她广妖天下修士 就是为了寻找其他银铁碎片 然也 温朝 这个银铁真这么厉害 那是当然 要不然 让兰儿公子拿他的银铁给你看看 不了不了 不了不了 魏兄 那我们拿着这一块银铁岂不是很危险 不是我们 是 我们 魏兄 你好歹跟我一起回清河嘛 你看这路上这么危险 我一个人 魏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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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他 我们快走 魏兄 你们到底去不去清河啊 魏兄你等等我 魏兄 公子 先读传讯 岳阳一连数日毫无动静 则令我们尽快赶到岳阳 相助薛阳 相助 薛阳他是个什么玩意儿 也值得本公子相助 我只是奉命行事 别跟我假惺惺了 你以为我不知道 你无非就是不想让我去找魏无羡 和蓝忘记的麻烦 怎么 听学这几个月 还真听出感情来了 给你一个忠告 别拿仙都压我 我只要得到蓝忘记身上那块阴铁 加上我从石花女这儿得到的这一块 我就给仙都立了大功 薛阳他就一块难道比得上我 你不来我还差点忘了 大范山 是你出生的地方吧 你想干什么 我不想干什么 只不过魏无羡他们去青河的路上 一定会经过这儿 先都答应过我 不会再伤害我的族人 别担心 只要乖乖听话 谁都不会有麻烦 去照顾一下那头 痴人的怪物 童谣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可以啊 有点不错 是啊 来 吃吃吃 秦姑娘 酒慢出来了 小二 还有没有上房 给我来一间 好嘞 温姑娘 怎么是你 您坐 小二 给我来两个馒头 好嘞 您稍等 小二 我们也要两个馒头 好的 您稍等 小二 再给我来壶梨花白 好好好 您稍等啊 小二 我们也要一壶梨花白 好 小二 快点上 先上我们的 客官这 小二 给他们吧 这 我们不要了 扔了吧 你究竟是何意 诚心消遣我是吗 你可他们 齐山温室就算是诚心消遣你 又能怎么样啊 站住 大凡人 我有险有难 多谢 算了 天女将在 失魂落魄 你们看 那里有位婆婆 我们去问一下她吧 说不定可以借宿一晚 天女将在 失魂落魄 婆婆 我们路过此地 无处可去 能不能在这里借宿一晚啊 婆婆 我们想在这里 找个睡觉的地方 睡觉 睡觉 你明白吗 睡觉 是吧 婆婆 婆婆 走 何时 说不上来 我就觉得这个地方 怪里怪气的 婆婆 婆婆 天女将死 死魂 多破 舍离 死魂 舍离 她到底在说什么 什么天女将在 失魂 舍离 因为 那是 锁魂 锁魂 他就是五天女 这不就是一尊普通的雕塑吗 除了笑得难看点 好像也没什么特别的 难道他真的能锁魂射灵 设取灵石之事 谁都没有见过 你是何人 什么时候在这的 我一直都在这里 该是我问 你们是何人哪 老丈 我们路过此地 想要去清河找亲戚 所以想在这里 建宿一晚 既然是路过 就早点离去吧 老丈 这天女石像 是什么时候立的呀 这五天女 原是一块 天生地灵的其实 不知怎么的 竟然慢慢 修成了天女的模样 一直受这里的人供奉 可谁想二十年前 这五天女 竟然开始作祟 摄取他人灵石 虽然本一位大家主 镇压了下去 可死的人太多 这里也越来越荒废了 大家主 大家主 老丈 这大家主是谁啊 老了 脑子记不得了 老丈 这大家主 不会是齐山温氏吧 记不得就是记不得了 公子不是要借宿吗 那就在这里睡吧 也许就什么都明白了 我以后就去 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这什么五天女 他笑得我心里发毛 你说 他不会真的能射灵吧 放心 就算它是大罗神仙 我 晚上了 烧火 有火就不怕了 谢谢婆婆 请你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什么事 我 我刚才 做了个噩梦 我们这 在 哎 他怎么突然活了 他 难道 这是五天女试魂 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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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南寨 你说他是不是看着你啊 闭嘴 他封住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好啊 这边 刘森 幸亏幸亏 还好有你寒光君在 你 走 怎么了 外面发生什么事了 都是回来 抄不来了 这 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五天女士魂吗 怎么他们反而更多了 哪有什么五天女士魂啊 都是魂子 天灵天灵天灵 各路世界快救命 天灵天灵天灵 轻松 地灵天灵天灵害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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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